主内家人 朋友们 平安 今天我们分享 耶稣式道路议题 诸位 不知您对耶稣式道路仪式 是怎样理解 又是怎样认识的 但今天我们 要把我们的看见 与大家共勉 论耶稣式道路 这是当初耶稣亲口对门徒说的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度及着我 就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 各位 耶稣的话是千真万确的 他的话是真实的 是可信的 因为他才是真正的道路 并且他这条道路 是通往天堂的道路 因他是引导我们到真神那里的担保人 他对我们相信他 照他话遵行的人 就是唯一的道路 诸位 我们若想要到天父那里见到上帝 我们就必要照着耶稣所指示 我们的路径去走 照他的话去行 耶稣的道路究竟在哪里呢 他的道路就在他的真理之上 在他的言语之中 正照他的话所说 他就是道路 他就是真理 他就是生命 生命在哪里 这充分证明 生命就在基督的真理之中 我们到天父那里去朝见真神上帝 就必须要行在这条又真又活的道路上 你所行走的是不是耶稣这条道路 就要看你是否坚持的是基督的真理 因为只有我们行在基督的真理上 我们才有真正的生命 因耶稣基督的道路 真理 生命 是通往天堂的唯一通道 再没有别的路径 所以 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 要必须明是理 分清是非 尊重真理 寻求真理 坚持真理 要想认清楚什么是真理 那就要先认清什么是我 什么是真神上帝 这是我们走基督道路的唯一出口 你认不清楚哪是你自己 哪是真神 你就不可能走在基督的道路上 一个迷惑的魂人 又岂能认识道路 分清是非呢 你看不清道路 又岂能走在道路上呢 各位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 我们相信 他们都是认识道路的智慧人 他们不是迷糊的百姓 他们把我 与上帝 分的都是清清楚楚的 只有我们把公与私 事与非 分清楚了 我们才能和自己的私欲交战 致死情欲 在真理上打那美好的仗 直至得胜 到完全 进入基督的国度里 享受基督真正的安息 以马内利 从圣经的真理来看 天国在哪里 天国就在相信他之人的中间 天国在他们的心里 因他们心里有真理 有基督 基督又是天国的王 各位 您说天国的在哪里 天国王的宝座又在哪里 我们只要知道他住在哪里 他的国度就在那里 这是一个不可有意义的真理 因为国王只能住在他的国度里 阿们 我们既是知道基督是天国的王 那么天国还能到哪里去找呢 圣经真理证明 天国就在基督里 基督也必在天国里 基督在哪里 哪里就是天国 基督在哪里 天国就在哪里 这是毫无意义的确句 阿们 各位 我们既说他是天国 那么 他和这个世界上的国度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 我们仰望天国的人 你若想要得着天国 享受到天国的福分 你就要撇下一切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活在基督的真理上 因为天国的道路 就在基督的真理里面 所以 你不能活在基督里 你就不知什么是天国 你也更不知晓耶稣基督的道路 真理 生命 你说你能照圣经上记载的 回答天国的问题 你就必是大错而特错 为什么 因为只有你看见了天国 并且得到他 一切就都因人而解了 这并不是说 你能被几篇文章 熟读圣经 背诵经文 就能了解天国 得着天国的 因为天国在那些只相信自己 不相信真神的人 却是隐藏的 因为他不信 灾无 相信者 灾有 寻找他 就必能寻见 阿们 好了 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此 愿上帝祝福他的众儿女 是他们都能明白天国的奥秘 先去遵行天父的旨意 以马内利 阿们 打赏 打赏 感谢观看